也有媒体报导说也邀请他担任相关的荣誉职务 但是他是行政院长的这样的一个职责跟工作 我相信苏院长最大的辅选就是把施政满意度雇注 把目前政府的成绩做好 民进党我们整体来说 那会以我们最大的力量 然后来为新北市打出好成绩 那有媒体写到说本来林佳龙部长 他比较倾向是苏巧惠委员来担任总干事 那后来苏巧惠委员客气 然后请吴炳瑞委员来担任 新北市的历届以来 那从苏贞昌县长到现在苏贞昌院长 他对新北市的了解 其实和游席坤院长 其实是都非常的了解新北市的 那民进党在新北市寻求执政 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所以在确定提名林佳龙部长之后 那我相信包含苏院长 游院长 所有民进党的团队一定会请囊相授 不会藏私 苏巧惠委员他在年资上面 当然是吴炳瑞委员比较资深 所以请吴炳瑞委员来担任总干事 我认为这个是适当的 不管是在对选举的经验上 在地的熟悉度上 广度上来说吴炳瑞委员的确都是一时之选 而且吴炳瑞委员不但资深 而且他也有参选新北市长 和罗志正委员一样 他们都是被认为说有资格来参选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协助林佳龙部长 我认为这是民进党团结 然后在新北市胜选的一个象征 那这都跟派系无关 而是这表达是民进党我们整体来说 那会以我们最大的力量 然后来为新北市打出好成绩 那苏贞昌院长的部分也有媒体报导说 也邀请他担任相关的荣誉职务 但是他是行政院长的这样的一个职责跟工作 我相信苏院长最大的辅选 就是把施政满意度雇注 把目前政府的成绩做好 防疫上经济上面跟地方的建设上面 都要看到说民进党不会因为 在新北市我们是在野党 就忽略了新北市的发展 我认为苏贞昌院长最大的辅选 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好